到月子中心來看我 我們就待在那個小房間五個小時 就一直在聊天 五個小時啊 那有鬼 除了月子中心有什麼鬼啊 月子中心 越危險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就是因為太明目張膽 對 而且外面都是 剛生完就這樣子 不是好朋友生小孩 顏麗婷還說成為民事 唯一一個可以在30秒 就把他逗開心的人 這句話老公聽到會多不爽啊 就等於你老公以後惹了顏麗婷 生氣 顏麗婷就要叫說 這樣子 所以你老公可以在30秒之內 逗你開心嗎 我... 那我... 後來就補傘 那... 你到底要... 你到底要... 其實他這個求婚王 我是沒有答應的 就是他這一段完結束 過了... 所以妳剛剛沒有say yes 是真的沒有yes 對 過了幾個月 他就跟我說 他跟他媽媽講 我說講什麼 他說要求那個提親 結婚 我說什麼意思啊 我說你又沒有求婚 他說我沒有求婚 那個慶功宴什麼的 我就說 可是那不是你自己個人的意思啊 他就說那是 然後那時候我剛進這一行 就是剛踏進來 那我就是一個很愚昧的思想 就覺得說 如果我才... 還沒有踏進來 我就結婚 那岂不就是一點價值都沒有 因為我是女生嘛 就是用這種愚蠢的想法 去看待這件事情 他就很失望 然後那天我們就上演了 抱頭痛苦的戲滿多 所以妳說哭完之後就說 好啦...還是結婚嗎 沒有 哭完之後 我真的還是覺得說 那不然就分手好了 那一天 那一天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我們是真愛的話 一定還會再在一起 心裡這麼想 是 然後就拖著行李走到門口 我就轉頭看到他 就是真的在哭了 然後我就心也是很痛啊 就想說 要因為一個問號 然後放棄一個好男人嘛 對 對 然後如果我那扇門 真的打開了 可能我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裡 妳會在哪兒 會在... 我在家裡 我人家睡覺了 又回來了 我有值得探討嗎 又回來了 我在買賢書機之類的 反正就是 我就是拉著那個門把 我真的是在戰鬥 妳在掙扎 對 然後我也是淚珠一直滴這樣 然後我也聽到他的錯氣聲 他應該是 痛到那時候 然後後來我就放下行李 他就站起來 然後就抓住我的手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想清楚 你打開門走出去 就不會回來 大家都很會講這些話 所以他是要逼妳答應嫁給他嗎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有一個 天使一個惡魔嘛 天使就戰勝惡魔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啦 對不起這樣 我就把門關上 他就說 如果你真的是有這個命 可以走這一行 不會因為你結婚與否 他這麼會講話 他的意思是這樣 當然沒有我講得那麼流利 他說如果你真的 我其實覺得是我老公耶 他皮膚很好 還算好耶 剛剛那個五號男生 是不是 張志豐 九十吧 百分之九十 好 我們來歡迎五號男士出場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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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律 確定喔 黎律 妳看一下鼻子好不好 你誰啊 黎律 是他嗎 是我老公 不管誰出來就是要接吻 對 鼓好大喔 可是你們不能公益叫那個阿伯出 沒有 確定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對啊 好 這個手 所以這個手的主人對不對 對 你閉好眼睛在那邊 就接吻喔 對 眼睛先閉起來喔 如果是阿伯 你就接吻喔 好 接啊 接啊 不能太近 要不然門會打開 四號嘛 在哪裡 好 這裡喔 可是他那手 拇指的特徵 好 四號男士已經就位了 我要閉眼嗎 閉眼 眼睛閉起來 我歡迎四號男士 阿伯 阿伯 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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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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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很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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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不要 啊 好 閉璦可以打開 對 我不要開 我不要說 閉璦 閉璦 妳真的以為是阿伯嗎 我是以為 因為我聽到的聲音 瞧著阿伯 我在那邊鬼叫 所以妳算準的啊 可是現在就是妳這樣 阿伯在後面就哭了 以後不要再讓我看到那阿伯 可是妳老公出來 妳老公出來之後這樣一對 他真的跟那個阿伯很像耶 哪有啊 在生小孩的時候 我真的是痛到一個不行 我就跟...我本來不打五通 我就說我這輩子都不打五通 因為會有後遺症 可是真的痛到太驚人了 因為就一直覺得 有人這樣把妳的骨頭往外扯 太重 我就跟他說 好 妳今天要去 我要打五通了 他就說 好討厭喔 然後就去...就去說 醫生說我老婆要打五通 好 就趕快安排那什麼麻醉石 什麼進來 那就是要寫一些文件 然後我就已經通到抓床顏 已經有點在微弱的那個聲音了 然後我就想說文件 為什麼還沒有寫 因為沒寫他不能幫妳處理 他說那趕快認識妳先生嗎 趕快簽個名什麼 然後我就這樣 眼睛張開往旁邊看 他就看著我說 老婆 好痛啊 妳先生贏耶 她竟然做出這種事情 她竟然做出這種事情 妳在那邊嫌自醜 我就說妳就簽個名啊 地址後補或是什麼 加拿身分證給他們抄什麼 用點腦好嗎 她就說我吃得很醜 妳自己寫 她的堅持好厲害 然後妳知道我是一手握床顏 然後一手這樣握 妳還真的自己寫 對啊 我也覺得妳寫完了吧 因為我對我老公是 不敢反抗那種 我就說好 那妳拿一個板子給我 因為紙軟軟的寫 然後就拿一個板子這樣 然後她就說妳現在很痛嗎 我說妳給我閉嘴 不是 因為我老公昨天叫我去照鏡子 在我跟他說 我想要吃蚵仔麵刷之後 是半夜吃嗎 宵夜嗎 他就傳微訊息給我說 妳要不要去照鏡子 可是他的意思有可能 有可能是因為妳自己會唸唸唸 對 不是 問題是他最後買了沒啊 他買了啊 然後妳也吃不下去對不對 對 對啊 想說 邊吃邊哭也演得出來 就覺得為什麼 我不夠想吃完 那就不要吃啊 哭還有胃口嗎 她一直跟我說 妳不要以妳一直想要生第二胎 為藉口讓自己胖 好直接喔 我就說這是什麼理由 誰告訴妳 要生第二胎就是要胖 所以妳現在是為了要吃東西 才說妳要生第二胎嗎 我承認我變胖 我是一直講這理由 可是 就是 要怎麼樣嘛 就吃 對啊 天氣 天氣 然後之後生完再剪不就好了 所以妳不是真心的想要生第二胎 妳是為了想吃 我都想 然後才想吃 我都想 因為妳反正妳現在也不演戲啦 妳就會上節目嘛 而且反正妳腿很細啊 就變胖嗎 我就只有腿細 然後我老公那天轉電視喔 他就轉到一台說 哇塞 他就說那個誰出來看 妳臉大得很誇張耶 然後我就想說真的 妳不是我老公我真的 妳先生看不出來這麼會講話 對 他在家很會講 因為他叮人的功力 真的是不舒服 所以他是很怕妳變胖是不是 他不是很怕 他就覺得我是胖子 然後會 每次就是我們在睡覺 他抱著他就這樣 心情又差 可是他還會抱妳啊 他如果真的不喜歡抱妳 就不碰妳了 所以我要一直正面思考是不是 妳只好這樣 因為人生就是這樣子 因為像我老公也會抱我 然後就捏我肚子說 嘟嘟 嘟嘟 然後我想說 我跟妳說妳走開 對啊 然後她就一直說 好啦…阿鼻不要生氣 然後就這樣 打電話 所以她根本不覺得妳有 應該受傷 她聽起來好像覺得很可愛 她就覺得自己在跟我打情罵俏 可是我跟她說我真的笑不出來 她真的以為 然後她就在怪妞臉說 可愛喔阿鼻 對 就剛生了小孩的時候 她就會摸我肚子在那邊 就是像那個女老公這樣 自以為的逗訓 然後她說 這些肉 如果長在別的地方 這才有多好 然後我就 所以 卡哥雷是十分 那你屁事 對啊 你不是要給你摸 你擦什麼嘴啊 有一次我就很像神經病 我就很憤慨跟她說 今天發生什麼事 然後很生氣 我就也沒有看她 因為我知道她也不會看我 我就在展現 你知道那人很多機車 然後我就聽到她說是喔 我想說今天有反應了 結果她在講電話 她說是喔 快點 快點衝過去 咚咚咚 咚咚的大西瓜 我在跟妳講話 遊戲可以告一段落嗎 妳說實話 小孩子在找我的話可能會 你為什麼不自己去找小孩 可是我會啊 我會...遊戲... 我時間會分得很好啊 小孩子我會陪她玩 她時間分得很好 但就沒有我在裡面 妳看電視的時候 會失去語言能力嗎 我不會 就還是可以講話嗎 臉部表情是呆著嗎 不會 因為只要她跟我講話 我會停下我當下的事情 因為我知道什麼叫尊重 很緊喔 那你明天幾點 什麼 明天幾點 明天幾點 什麼時候 我幫我撿那些 你衣服永遠都不能放好嗎 這不是我的櫃子嗎 等一下是不是還是我摺 我說志豐哥哥 衣服摺好不是舉手之勞的事情嗎 你幹嘛不就順便摺一摺呢 你看你老婆有多無奈啊 世上最急車的男人 反正他就是接不下去 可是剛剛那段就算吵架耶 有點像吵架的感覺 可是在你們生活中 這不算吵架喔 沒有 因為我都會忍耐 就藉這個影片讓大家知道 我平常都是在忍耐 妳為什麼不給妳先生 只要回答事與否就好了 不要回答問答題 回答事與否就好了 妳是不是就問說 明天早上還是十點練嗎 他只要點個頭就好了 幫他節省力氣 他已經話夠少了 不要人家發簡訊算了 對啊 所以他就直接發簡訊就好了 妳當初這樣 他就知道他是沈默的人 妳為什麼要逼他 他有時候想聊天 廢話連篇 我還不是要陪笑 他還沒跟他說 是喔 那個球員怎麼樣呢 他就... 你為什麼不凍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